记者同镇国南投报道,监视器设置与维修费用不资,南投县普里镇泰安里近三年则是利用里长事物补助费结余款及一元配合款,在重要路口设置七组监视器,总计62只镜头,有效提升社区治安,交通及环境不仅黎明满意,连玻璃市大人也称赞。 监视器设置普及经常是举头三十有监视器,但后续管理维护不易,许多面临损坏无法修缮窘境,但普里镇泰安里重要路口监视器陆续建制且功能正常,如何办到也令外界十分好奇。 里长宋子贤表示,监视器费用主要来自里长事物补助费结余款,每月时领四万一千五百元,扣处理办公处相关业务,婚香喜庆,社团或环保质工补助,有结余就列入监视器基金,也争取两位一元工程配合款,近三年装设七组监视器,每组约七至九万元不等,总计62只镜头。 监视器,除装设在里集会所周边,以及重要的路口,目前已发挥功能,曾有黎明的花盆深夜被偷,经调阅监视器而揪出小偷,连民众乱丢垃圾,溜狗不清狗便也可取发,劝导,已有两件乱丢垃圾案件送清洁对一废弃物清理法开罚,最常见的路口交通事故,或是路旁停放车辆遭不明毁损,也可透过监视器, 监视器画面还原真相或丢出肇事者,减少纠纷。 监视器一组主机设在里集会所,其余则有热心理铭体。 工资宅放置,若有需要监视器画面,可向里程申请或报警由警方协助调阅。 对于泰安里监视器的高粱率,也可减轻警方办案的压力,也让玻璃市大人称赞。 虽然在外一举一动可能都逃不过监视器监控,但里面包多于贬。 宋子贤强调,除了主机监视器系统业者也提供手机APP下载。 民众若有需要查询住家附近的监视器画面,可向他申请密码,非住家附近则不提供。